Kamala you're fired,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you're fired 美国共和党海外部亚太区前主席 风格是这么评论川普的 其实很多人喜欢批评川普 如果不是他的支持者的话 但是回头看他第一个人体之内 其实他有兑现很多竞选承诺 我觉得在民主社会、民主体制 民选总统兑现竞选的承诺也是很重要 不管是推出TPP提名保守大法官 可以不希望他没关系 但是他至少有兑现竞选的承诺 川普在美国政坛上还是一个很特殊的艺术 因为他基本上是比较走民粹的路线 他还是有很多的追随者跟支持者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第一次竞选胜利的大选期间 包括在当时的共和党党内初选 其实一开始是没有太多人去看好他 这一次其实川普卷土重来 基本上到目前为止 无论是全国新的民调 或是在关键之后 或是战场之后的民调 他都跟贺锦丽我觉得是不分宣誓 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数计时阶段 川普贺锦丽声势旗鼓相当 前总统川普背水一战 全力冲刺 争取最后胜选机会 因为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之战 川普曾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提到 若这次选举失利将不考虑再参选2028 当然他是说他不会再选 但我们知道川普很多时候 他讲的话跟他后来做事情 有时候是不大一致的 那当然是看他本身 他的健康能不能够再继续的选下去 我对他的长期的观察 跟贴身这样采访的了解 他是一个不服输的人 包括他的这个家人都已经进入共和党的 这个全代会员担任重要的角色 能够继续的在共和党里面掌援一定的权力之外呢 如果他的健康允许他有可能还是会再选 这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 有一个必然的结果 必然的结果就是说 无论是川普胜选或者是Harris胜选 美国政治是被迫一定要年轻化 一定要世代交替 原因是因为这个川普只能 如果他胜选的话只能当四年 那换句话说 这个四年之后的共和党的候选人 一定都是终生代 七十八岁的川普若败选 下一步动向将何去何从 他的个人意志是否持续影响共和党 乃至美国政坛 引发各界关注 因为他年纪也大了 那美国总统过去的惯例是这样 如果他这次真的有上的话 其实只能做一任 他不可能再选第三任 这是根据美国的一些法律 或者是传统规定 那我想川普如果没有上 那我想他可能不会再继续参与政坛 不过他的影响力在党内还是很多 因为党内包括这个副总统 这个Vance还很年轻 以后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 他们有一些看法是说 可能对乌克兰的援助不要那么多 或者是说让欧洲自己去处理 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想这些对共和党来讲 不管川普有没有当选 还是会有一些人有这样的主张 毕竟他们还是主张美国优先 那这个美国优先这个概念 不会因为川普没有当总统之后就不见得 我觉得他不会那么快离开政坛 所以我认为即使他败选的话 他还是会在政坛发挥他的政治影响力 毕竟共和党说实在已经变成川普党 所以将来共和党 还是会以川普的政治理念为主 共和党走向川普化 与八年前相比 川普牢牢掌握今日的共和党 另一方面也有观察认为 川普若在十一月大选吞败 美国社会将可能重演四年前的政治脱续事件 他会不会抗争 不管是法律上 政治上 还是整个的社会动员 那么选前几次的政治暗杀未遂事件 那么选后的政治暴力 是不是冲突又会再起 我们有印象 这个拜登在之前竞选期间 他还是候选的时候 他就曾经多次表达 假设这一次川普再输 他很担心在2020年 那一次从11月到2021年1月 那段时间里面美国政治的纷扰 因为川普当时是讲说 他的盛选是被偷走的 是选举不公的 甚至在2021年1月6号 民众去进入攻击 这个美国国会国会三桩 很多人都认为说 川普后面有一定程度 扮演的重要角色 另一个可能性是 川普及他的支持者都接受了结果 那么谁会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继承人 包括他的副总统候选人 J.D.Vance今年才40岁 那现在普遍各方看好 认为他会接棒 就是一个没有川普的川普主义者 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一次败选之后 其实共和党的传统建制派 基本上曾经有人要把川普的势力 让他逐出党内 但最后这样的努力并没有成功 反而是川普他的影响力是不坠的 但假设他这次真的败选 还要看的是目前他所挑的 副总统候选人凡思的角色 因为凡思跟他是有世代的差别 但基本上很多人认为说 川普是在挑他的接班人 在挑他的传人 换句话说 接棒者一定程度上要承袭川普理念 但假设川普获胜 下一步川普势必贯彻 上一任期的政治一致 他当然对共和党内部的掌控力量会更大 我们看到就是川普他之前当然执政四年之后 他对美国的外交政策 还有这个世界的政局都起了很大的变化 包括他退出很多的协议 那关于川普的外交政策 他会是一个怎么走向呢 纯粹就所谓的美中台关系方面 白宫的前国安会的一个官员杜如松 他最近他在大选之间也投书 这个纽约时报 他说其实对于所谓的抗中报台 现在美国的两党都已经有共识 但是杜如松讲的一点 他就说两党之间 民主共和两党之间有共识 但其实川普他是一个不典型的人物 他是在共识之外的人 所以他并不包括在这个共识之内 所以杜如松他的分析就是说 这个就是川普他的独特之处 选战进入白热化 无论结果如何再度踏上政治舞台的川普 影响力仍将左右美国政局发展 TVBS新闻 前后想往后与台北采访报导